有颜值,大长腿,实力派!张常宁张晨兄妹排超全明星同框 3月23至24日,2019排超全明星赛系列活动将在深圳保安体育馆燃情启目,由江川带领的男排全明星队将迎战上海男排,张常宁带领的女排全明星队则与北汽女排对战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全明星在赛制上做了创新,由去年全明星的南北明星队PK改为联赛冠军队PK联赛全明星队,全明星阵容由球迷通过咪咕视频线上通道投票产生 在球迷票选的男排和女排全明星队阵容中,我们看到了主攻位置上的张晨,张常宁兄妹,这对兄妹妥妥的是高颜值大长腿的实力派 张晨,左,张常宁,右 去年的全明星,张常宁由于伤病原因未能出席 今年,张晨和张常宁兄妹两人分别以男女主攻位上得票第一的顺位成功入选大名单 并且两人均能够出席本次全明星赛,浙江世纪2017台超全明星赛之后,兄妹俩又一次 同时出现在全明星赛的赛场 同时出现在全明星赛的赛场 张晨1985年生人,张常宁1995年生人,兄妹两人出生在排球世家,从小就因家庭的原因接触排球,最终走上专业队道路 此前,两人还分别代表中国男排和中国女排出征亚加达亚运会 小时候 哥哥张晨2005年担任江苏男排主力,时运会表现不俗的他被关以最佳亲人的名号 2005年10月,中国男排集结,张晨第一次入选国家队 2016年2月,张晨入选男排国家队集训名单 2016年4月,张晨入选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排落选赛,继亚洲区资格赛初选的20人报名名单 2018年5月,跟随中国队获得2018年国家男排联赛宁波战继军 2019年2月24日,跟随江苏男排获得2018-2019中国男排超级联赛季军 妹妹张常宁,2014年3月入选国家队,2015年女排世界杯随队夺得冠军 张常宁,张常宁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一位不满20岁,就作为主力拿到世界冠军的主公手 2016年随中国女排获利约奥运会女排冠军 2016-2017赛季,张常宁助理江苏女排夺得球队历史上首个全国联赛冠军 同年获得了中国排鞋2016-2017排球联赛MVP 2019年1月21日,入选中国排鞋公布的新一届中国女排27人集训大名单 今年,排超联赛与中国移动咪姑正式牵手,咪姑也为今年的全明星赛带来了很多有趣的新玩法 为排球运动员设计的动漫形象也是萌萌的,大长腿满屏 3月24日排超全明星正赛中,34岁的老将张晨会带来怎么样的表现呢? 张常宁和李盈明组成的超强主公组合又能否大杀四方? 锁定咪姑视频,48小时直播 嗨,不停